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牛年 牛年牛氣沖天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合府平安 疫情早日退去 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各行各業都興旺 興旺回來 工作上 大家找到自己的滿足感 也找到錢 生活更加開心 上一集我們講了 Interactive Brokers 形透證券的一些特點 今天我會有 大家會特別想 了解的就是收費 其實上網大家都會知道 不過也跟大家講講 收費不是我用IB的重點 因為其實 如果以美股 First Trade 或者Sophie 之前叫Execurities 其實都是免用金 包括股票 ETF 好像期權都是免用金 如果港股來說 現在好像 華盛 或者富途牛牛 其實都是免用金 或者收的平台費 都是不貴的 所以 Interactive Brokers 其實不是用便宜去吸引我 去投資 但是之後吸引的地方 我會逐集逐集說 今天始終要和大家講 收費的情況 IB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很多功能 以及投資的選擇 很多樣化 我剛才提到的平台 其實都很單一化 First Trade 都是主要做美股 富途主力是港股加美股 好像新加坡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一般的 比較低融的證券 平台 其實都是比較單一的 通常是港股加美股 但是Interactive Brokers 就差不多全球給你買光了 亞洲、歐洲、澳洲、美國 都給你玩光了 而它裡面的收費就是這樣的 先知聲明有幾個缺點 先說給大家聽 第一個就是 它是期權 股票 ETF 都要收費的 除了有幾個 ETF 就不需要收佣金之外 基本上都要收一個 挺便宜的佣金 那為什麼我 都會用這個平台 不用一些 最初我都沒有借錢 但是為什麼我都選了IP 沒有用其他免費的平台 因為這個是家裡教育 教育我的 人家幫你做了一些 一定會給別人的 不可以吃免費午餐 而且 所有東西都免費 我想之前我都開了Ex-Security 什麼都免費 那它吃什麼呢 那Ex-Security 即是現在叫Sofi H-S-O-F-I 它就跟我說 接下來會有佣金 即是靠孖展的 借錢 都幾乎三四年 它都沒有做過這個業務 所以我就 對一些免費的東西 我就有戒心 你沒有賺到錢 怎樣去維持 遲早有一天爆煲 所以那時候 我都選了IP 雖然開始 做申請的時候 比較麻煩 又要放一萬元美金 現在就不用了 但是 它也有個狀況 就是說 它要維持 現金加股票 所有淨資產 要有十萬元美金 要不然 它就收入十美金的 帳戶維護費 這是它未必這麼好的地方 即是說 如果大家純粹放幾萬元 去買股票 其實就是不合適的 你不如放在富途 或者其他那些 如果 如果 結餘在2000元美金以下 就更加需要收入20元 所以這就跟大家說了 但是如果交易的手續費 大於月費 那就可以對減 而股票買賣的收費 它有兩種收費模式 一個叫階梯息 一個叫固定息 階梯息 顧名思義 就是說 你越做得多 好像收稅一樣 就是你越做得多 不過就跟稅收不同 就是呢 你越交易得多 那個費用越高 那個數目越大 次數越多 那個收費是會越來越便宜的 那就是說 這個比較適合一些 是高頻式的 一些交易的朋友 那如果呢 就是純粹可能我一個月 都是十來二十個交易 不是太多 或者我一落 因為美股是逐股逐股買的 那可能我都是買幾十萬股 我猜到呢 其實呢 都是適合用這個固定的模式 因為它是階梯式的收費 雖然佣金是比較低 但是呢 它是未計算交易所 監管機構清算費用 當地交易所的一些額外收費 未計算的 但是固定息呢 收了你的錢 其他收費就不需要再給了 那我自己就用固定息 那究竟銀碼是怎樣呢 就是 例如我們看看固定息 固定息呢 其實呢 就是那個 最低是一個美金的 最高呢 都是交易額的1% 對 而如果是階梯息呢 就是0.35美金的 最低那個 消費這樣 這樣 最低就是4美金 那其實 它本身這個呢 每一股呢 應該是 0.002% 這樣 但是它最少都要收1美金 所以 就 其實就是 所以那個 那個 百分比就沒什麼意思 你也是 買一次都是1美金 這樣 那 而那個 經紀佣金呢 就是這個 新股的 應購呢 都要收100元 其他有些 就不收 富途都要收 那要財那些 抽新股 就不收100元 所以 有時候 我抽新股 都在要財那裡 但是IB 有個抽新股 有個優勢 例如 我本身有500萬貨 在那裡 例如我上一次 抽那個快手 那樣 假設這樣說 我有500萬股票 但是呢 我就沒有什麼cash 那我就免得 沽一些股票 去抽新股 因為我都用孖賤 而已 那500萬呢 它就可以 它可以借多 是10倍給我 就是借9倍給我 就可以借4500萬給我 那我就可以去認購這個快手 那樣 但是我不用沽出那些股票 那你平時去富途 或者其他地方 你一定有些cash 在那裡 你不可以用資產去借錢 但是 這個呢 IB就可以用資產借錢 因為我覺得市價又升 我免得沽一些股票 是不是 我又未必抽得到 是不是 抽得多 那我不是兩邊都算 是不是 那這陣子的市又好 所以呢 我就沒有沽這些股票 但是呢 我就計算 在那個戶口 用裡面的 那個 港幣的 那個 孖展的利率 去借 那 快手可以最多借10倍 那當然是富途 借20倍 那這是另一件事 那賬戶 那賬戶費 剛才提過 那有個叫ADR 傳托費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少用一點的 就是說 因為 美國有些 例如 中國的公司 例如 平多多 例如 百度 或者台積電 都是用ADR 形式 第一上市在台灣 或者 第一上市在其他地方 這叫傳托的一些股票 那 或者海外公司 就會用ADR 在美國上市 這些公司 如果派息的時候 就會收回 0.01到0.03的股息費 不過這裡補充一點 就是說 我們在香港買股票 一般都會收我們股息稅 就是說 收了幾百元 都起碼收我們20元 或者是收30元 那 IB有個好處 是不收的 就是說 如果你純粹 想買一些股票 放在那裡收息 其實IB是相當不錯的 另外 就是匯款 如果是 現金存款 是用電匯進來 就會收1% 或者最低50元 那 我們平時入錢 可以怎樣入呢 我就是用匯豐 入錢 這樣 你都是設定一個轉帳 其實是不收任何費用 而且很快收到不錢 所以這個 無所謂 自動客戶轉帳 就是0% 這裡沒有彈出來 這裡是0% 如果是孖展的融資 我們都一定開IBKR Pro 最低是1.59 如果是10萬元 美金留下 Lite是美國人才開到 最多是2.59 所以我們作為海外 其實是有好處的 其他代收費用按綱當地交易所收取 所以我們去看看收費 如果是免佣來說 如果是免佣來說 它不是特別便宜 如果你是小住 買股票那些 就不適合 我們去富途買就好過了 但如果我們買美股 其實搶錢來說 其實IB的匯率是非常好 我們先看看 例如我 1元美金對多少港幣呢 就是7.75 即是可以用7.81才買到1元美金 而富途偶偶偶 都要用7.76 我們剛才看到7.75 就可以買到1元美金 所以我們看到 以兌換來說 是比較好處的 少數排長 如果大額的時候 這個IB就比較好處 這裏我們再提一提 我們有個開戶的優惠 很感謝苗頭和天才資本 給予我們的網友 在節目下面的連結 你登入後 裡面有詳情各方面的優惠 如何申請 我剛才提及過IB的費用 裡面也有提及過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按讚、分享、留言 今集我收費就講到這裏 很快我會錄下一集 就會講 孖展的利率 這個是IB最殺食的平台 不是,最殺食的武器 是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買相對穩陣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配戴 現在我看到市場很多廣告 就是保育公司做一些 叫保費融資 就是說你買份保單 可能是三、四厘 但是你可以配戴它 將來回報就可以配戴了 銀行借錢 可能要兩厘 兩厘的額 很多人都覺得很吸引 可能五年、十年後 就有七至八厘 或者十厘 但是如果IB 我們用這個方法去投資 都是用美金的 其實不需要五年、十年 已經可以有機會做到八厘到十厘的回報 而且流動性是更加高 你一沽出 你馬上拿回錢 可以馬上還 這個是更加彈性 有機會我們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網友問我 如何用期權 愈愈收息 我在這兩天 都會出一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各位支持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